对吧,毕竟多了一匹马又多冰了 那这个交换不太对 哎呦哎呦,对小棍想说 我吃了,对方都厚了 Hello,大家好,我是凯奇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 一盘两个美国小朋友的对局 那么左边的这个小男孩呢 今年7岁 右边的这个小女孩呢 今年是6岁的 那看一看这个7岁小朋友 对6岁的小朋友的这一盘对局 那么双方形成了这个意大利开局 黑棋呢走了马F6 白棋呢走了冰到D3 那么没有走这个马G5 而是选择了比较稳妥的下法 向C5,D3向C5 然后白棋呢跳马到C3 正常出局 黑棋在这呢短一位 那么这个这盘对局呢 两个人下的是三分钟加两秒 小女孩开始要炒菜了 走了不H6 预防对方向G5 白棋向E3 黑棋D6 这步棋走得有点像特级打师 那么控制住这个保护住C5 并且呢准备相机4出子 然后对局当中 那么后到D2 相机4果然 然后马E1回去了 那么这个白棋呢走得也是很小心 不想让对方呢破坏自己的这个 王前的兵型 所以回马到E1去 对局当中 后到D7 H3 小姑娘思考了一下 在这的时候究竟是要回向 到E6 还是棋子呢 还是决定了回向 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在H3棋子恐怕你的子力还不够 向B3 然后吃掉 吃掉 那么白棋呢A线打开了 那现在又轮到了这个小姑娘 开始走棋了 那么这盘棋呢是双分钟架 每方三分钟 每步棋加两秒 可以看出来 这两个小棋手啊 还是高马贤熟 那么走子的话 还是反应都很快 而且这个子力的这个招法呢 都是走的比较训练有素的 那么黑棋走了一步 吹D8 小姑娘 看看镜头 跟大家说你好 对吧 还是很有礼貌的 那么对局当中的吹D8 然后白棋呢 跳马到D5 寻求交换 马D5吃掉 然后白棋呢 E地吃了上来 然后并且进攻黑棋的这个C6马 那么看看这匹马要跳到哪里去 那么白棋选择了 马到B4 那么准备去踢D5兵 这小姑娘又要跟我们说你好了 然后白棋在这的时候 走了兵到C4 那现在又轮到这个小姑娘来想棋了 但是可能他刚才跟我们说你好的时候 他没有注意对方走什么 那么这个小男孩也是很友好 告诉他了 自己上一步走了C4 那么现在轮到这个小女孩来走棋了 看看他在这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走了后到F5 把后走到对方王前 可能是想要去进攻对方的王了 但是这步棋走的有点 有点太冒失了 现在白棋可以简单的向吃C5 在DC之后呢 然后这个A7兵恐怕就要被吃掉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的时候 黑棋恐怕就要丢兵了 但是小女孩好像还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 那在这的时候还冲着棋盘在很高兴 对吧 然后那白棋在这的时候 这小男孩有点害怕了 没有去选择这个吃掉对方兵的下法 而是车A第一 那么走得比较小心 想要去保护住或者加强自己的第三兵 也可以吧 这步棋也不是一步坏棋 那么先守住自己的第三兵 那么轮到这个小姑娘走 我觉得应该走A5 拱固住自己的B4马 她走了什么 走了向盗E3 这步棋太坏了 F1之后 那恐怕要丢子了 因为F5后和B4马同时被对方进攻 看来这个小姑娘也意识到自己 前面这步向E3走得有点太草率 那么走了后到G6 但是这个B4就被人家吃掉了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 左边的这个七岁的小男孩走得也很坚决 那么吃掉了对方的一匹马 那么C5 怎么还在看 还在乐 你都已经少马了 那么C5走完之后 看看白棋正在犹豫 是要走DC吃过路兵呢 还是直接后B7 先把这个小兵兵给干掉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小男孩在这要走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对局还是 这小姑娘怎么又到处乱看 不要乱看了 后B7把兵吃掉了 这个选择不错 那么小姑娘抓了这个后 后A7又被人吃掉 车一把再继续抓 对吧 要跟对方继续的跳舞 那么现在这个小男孩要怎么办呢 走了后到C7 然后继续抓 后D6能吃吗 这好像不太敢吃 对吧 这好像 OK 这个小姑娘发现了 后D6把后吃掉 马上这个小男孩意识到自己不对了 对吧 这个小姑娘说 哈哈我吃掉了 你的后了 这个小男孩立刻就 都要快哭出来了 对吧 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 那么在前面的时候 吹C8之后 其实白棋简单挥舞 然后准备后到D2 回家就可以了 守住了 对吧 毕竟多了一匹马又多兵了 这个交换不太对 对小姑娘说 我吃了 对方都厚了 很高兴 马到C2 白棋没办法 就得继续收拾自己的心情 然后重新的战斗 那么现在 由于这是一盘快棋 那么很有可能后面还有机会 对局当中小姑娘走了后到G6 这个思路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多了子力之后 尤其是多后了 要进攻对方的王 把后走到对方王前 那么这个小男孩走了B4 那么也是很好的 因为在这的时候 白棋现在已经少了一个后了 对吧 唯一的优势就是多了一匹马 并且自己的后裔兵挺多的 所以要创造通路兵 交换吃掉 后到G5 这步棋好像 我看好像没啥用 也许在这应该车B8 抓马的同时呢 然后准备车B2 吃进去就更厉害了 后到G5这步棋没有什么用 那么车到E1 这个防守自己的E3 然后又走车D8 那么这个小姑娘看上去 好像有点不知所措 不知道干什么 马C6 车到D6 也许她是想 这个车到G6去杀王 白棋继续B4 车到G6要偷杀 对吧 那么白棋在这的时候 黑棋车G6要偷杀 小姑娘说看不见 看不见 结果白棋还是看到了 走了车到E2 去防守自己的G2兵 对吧 那么下的还是很好的 这个小姑娘开始 你只有50秒了 你赶紧走棋吧 对吧 戴这个小粉色的手表 快点走棋 那么在车E2之后 白棋守住了自己的G2 那黑棋现在应该走什么呢 黑棋现在 走了后 哎呦后F5可不好呀 被人家马E7一将 我的天哪 对吧 那么这一脚一踹 进攻三个棋子 这小男孩 发现了没 没发现 他还是沉醉于自己的 这个通路兵的计划当中 没有去想 这个时候可以马E7 对吧 黑棋又走了一次 还是可以走马E7 还是可以走马E7 走没走 又没走 第一吃掉 那么这个交换的话 那么不好了 对吧 黑棋 白棋错过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把后赢回来的机会 那么现在后到E4 这个小姑娘呢 正在努力的 去进攻对方的王 但是只靠一个后 和一个车 好像也不太容易 去进攻 对吧 我们需要更多的 新的棋子 叫投入战斗当中 那么现在 可能是这个赛场 其他人的对局 都已经下完了 这个小姑娘 左看右看 看上去好像被 其他的对局 所吸引了 那么被赛场 人来走 人来人往 还跟别人打招呼 对吧 你倒是赶紧 下自己的棋 只有42秒了 这个小姑娘 下的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如果能认真一点 就更好了 后F3抓 但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车A8 对吧 然后让自己的车 赶紧去进去 走到A3去 然后去进攻 这不后F3 走的没啥用 对对对 你吃了对方的后了 但是又能怎么样 对局还没结束呢 对局当中车到第二 白棋守住 这个小男孩还是 对吧 在丢掉后之后 那么我们会看到 他刚才脸红了一下 现在好像又 重新的回复过来了 车到第二 然后看看黑棋要怎么办 走了车C吧 车C吧干啥呢 好像打不到对方 这小男孩继续冲兵 对吧 想要第六 他拍拍自己的小心脏 哎呀妈呀 吓死我了 咋了 对方没看到什么招法吗 我觉得第六挺好的呀 对吧 那么现在看看这个小姑娘 还有19秒 怎么办 要吃兵吗 真的吗 你真的要吃兵吗 哎呦 车D6吃了 那人家不把你后吃了 这干啥呀 本来你的车在G6 是吊住对方的 那车D6的话 人家GF呀 但是这个小男孩 好像也没什么时间了 哦 要干什么 吃后啊 吃后啊 对方的车已经走开了 哦 吃F2抓了一下 哎呦 那么现在黑棋又重新 回到主动了 后G3躲开 然后保护住第六兵啊 保护住第六车 已经要赢了 但是只有 6 5 4 3 2 1 哎呀 超时了 对吧 这个小男孩说 Time 哎呦 超时了 两个人很友好的 握手了 然后继续 友好的交流一下 你把我的棋子还给我 我也把你的棋子